《摇摆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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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曾维明 我是一名职业摇摆舞者 我在北京教了摇摆舞 有十年的时间 一直有这个梦想 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到这个舞蹈 能够参与进来 好 让我们回合 一 二 八 这个舞蹈本身的话 他有一个他的swing的一个group 就是是你整个身体能够在摇摆 然后他的音乐是在二四拍 它不是一个规定型的 而是一种即兴的表达方式 你要和不同的人去练习 那么我的节奏 是可以在我的身体当中去表达出来 同时会影响到我的舞蹈 我们现在太需要这个了 人与人之间 能真正情感上的愿意交流 这个东西会让你很快乐 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对这个的理解 还是在舞蹈 但慢慢的 我们在对这个理解 开始走向它的文化 走向它的历史 摇摆舞它是早期的美国黑人 大约在一八九几年那时候 随着音乐的变天 就有爵士乐的出行 包括布鲁斯的一个节奏 或者律动 就融合很多 那么有音乐就会有舞蹈 所以其实最早最早的街舞 我们就是摇摆舞 好多年 2007年就接触到这个摇摆舞 当时我是在大乐队里面的一个萨克斯手 然后我特别喜欢索引这个音乐 那个时候人特别少 特别特别少 大部分都是外国人 然后12年的时候是我第一次去欧洲 就感觉我那么那么多人都喜欢摇摆舞 我说什么时候能有一天 我们也能有这么多人 所以那个时候 我开始有了一个使命感 我要把这个东西在中国发展起来 一年一度摇摆舞者的节日 今年大约有差不多500个人 有史以来归美苏拉套 第三位 Jekie & Karen 国际级的嘉宾 我们今年邀请了12位 还有世界级的乐队 我们在和世界距离越来越近 所以大家更多元化的这些文化 这些东西再来到中国 再受到我们现在的年轻人 各个行业的人的一个喜爱 下一个的目标就是我们中国的舞台 能够去世界的舞台上 去展示我们对Lini Hub的理解 下一个目标就是我们中国的舞台 我们各自的去分享 我们不单单在这个城市分享 我们在国内分享 在世界上我们分享 可能我们没有见过面 但是我们很快就会成为好朋友 基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